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豆 哈喽大家好,我是前辈 大概在一周前嘛,我们做了一次在境外的直播待会嘛 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就是能量我们的直播间给前辈加油鼓气啊 对,谢谢 我也是看到了很多观众朋友都是下了很多单嘛 甚至我和前辈两家的那个亲朋好友 都估计都有买了好几万的东西了 光我妈一个人就买了2000多块钱的东西 而且我妈说有几个产品她还来不及下单了 因为,呃,最后就没货了嘛 而且我给她的那个手机是2018年给她的 就是我当时用剩下的那个手机特别的卡 她都抢不到 那我说没关系,我下次可以就是 呃,就是我自己就是花那个原价可以去买一些就是带给她嘛 但是她说不要 她就喜欢那个直播节里面抢到的那些感觉 而且她说是前辈的第一次是你的第一次直播 说她一定要支持一下 当然是不止我嘛 就是前辈的应该 你家那边亲戚买了很多 对,我其他不买那样什么的 都买了,就我妈没买,因为她们不知道怎么在网上 那你下次你给她买 我来买,那我提前把那个地址先选到你们那个家里面 像我姐啊,还有前辈的大学寝室同学也买了很多 估计得有好几千了 呃,这一方面是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便宜 而且大家都日常生活中需要嘛 另一方面是,也算是真的是支持你的视野 他们,所以你下次去杭州你要请他们吃饭 说过了,说过了,已经说过了是吧 好了,我们一步步聊,就是这个视频的主要是小小的复盘一下 就先说说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选择直播带货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很久了 早在2019年的年初的时候 我就知道直播带货 其实这条路肯定是走的久的,走的长的 当时我们也有业励的朋友嘛 一直劝我们就是趁着那个时候刚从欧亚自驾游回来嘛 就热度还很高 他们说叫我们就是赶紧去开播试试 那我们当时呢就是觉得自媒体拍视频的收益 其实还是能维持这个旅行的开销,而且还有富裕嘛 同时心里也是装着那个星辰大海嘛 何况当时也年轻嘛 那个时候前辈28岁,我30岁 就所以就根本就没有拿直播当一回事 而且那个时候直播火的时候 人家也都是刷礼物啊,打7K啊 就是说真的我们自己都不看 那怎么会让我们去直播嘛 那所以我们两个真的就当时完全不屑于过 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就是尤其经过了 最困难的就是那个封闭的那几个月 当时直播带货一下子就开始火起来了嘛 然后头条的西瓜的平台的运营就一直找我 希望我们能做一场那个直播带货 因为我们当时的视频粉丝画像 其实是非常适合做那个直播带货的 女性观众占大多数 然后31到40岁就是这个够网购的算是主力军嘛 占了六成 然后大部分观众的所在地显示 又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那些省市 就是平台的老师真的找了我们很多次 后来在2020年的6月份还是7月份 当时我记得我印象就是在房车里面 我们当时是买了一辆冰洗房车嘛 我们直播了有两次效果其实确实还不错 第一场人气能维持在2000多嘛 就是平均2000多 第二场稍微低一点 但应该也在2000左右 因为当时已经是改为那个实时在线的人数了嘛 不是以前那种动不动就是那种十几万几十万的虚假人气了 但是两场直播之后呢 我们把后面的那几场直播场次都给取消了 为什么取消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真的两个人忙不过来 或者说我们是选错了直播的类型 打个比方一场直播 比如说我们直播20个品 然后我们要先从几百个产品的那个货盘里面选出来 比如说50个 然后50个呢就是让他们就是一一寄过来 我们要开箱试用试吃 我跟你们说光取回来这50个包裹 就要大概花两三天三四天的时间 而且还经常会遇到就是包裹丢了 或者样品记错了 万一需要补记 我们又得在一个地方就是多待个两三天 就是对我们旅行博主来说 要花半个月时间去准备一场直播带货 真的太伤了 不只是伤我们自己的心态 用一句话说也会就是伤粉 因为没有团队去帮我们挑选那些产品 从选品到现场直播都需要我们自己来 真的有时候就觉得手毛脚乱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一度怀疑 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就是完全取消了后面 后面的所有直播场次 像他这几年我没直播 但是我直播看直播 我一直没有落下 就是以往大家视频里也能看到 就前辈真的很爱开箱 我估计这直播新起的这个四五年吧 花了不少钱 你有五十万有买到吗 五十万不是 但是我估计三十万肯定是有了 就前辈真的很能买那个直播带货上面的东西 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那两场直播就结束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尝试过了 当然那一年就是也是2020年就是也会陆续看到一些就是我们的同行 我们的好朋友也会在做那个直播带货 一场好儿的时候一场都能卖好几百万这样子 那我们也会就帮着去转发一下直播预告之类的 然后他们直播的时候 我们也会进去下起单支持一下 但是我们自己一直就没有在动过这个心思 那为什么今年又重新开始做这个直播带货呢 因为从去年开始啊 自动体的收益确实是一直在下降 而且没有丝毫没有好转的进行 而且也是其实有很多那个包括平台的老师啊 他们也跟我说可能接下来可能会更低 那这个东西就是不进责退嘛 如果你一直在一直没有进步 那肯定是在等于退步 而且因为你不做的话也有别人在做 如果人家去抢占了那个先机 那我们肯定也就来不及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很晚了 人家他们做的呢 一两年前早就做的已经非常适合了 我们真的已经做的很晚了 所以我和前辈两个人如果以后继续要从事这个自媒体行业的话 还是需要去试着改变一下自己 当然我们表面上可能从来没有和其他的博主啊 或者主播啊去互端什么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怕人家我们说 说我们去蹭人家热度啊 蹭流量什么之类的 但是私下里还是会去请教一些 就是做的比较好的朋友去交流 比如上周的那个前辈的直播带货 由于做的是那个跨境的那个境外的保鲜品嘛 我也问了一位就是这方面做的很厉害的超大为 就是上千万粉丝的那种 如果我说实在我相信大部分人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他给他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 那我现在能确认的是什么呢 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未来 可能就是每个月会做个一场或者一到两场的直播带货吧 这个频率的话就是不会伤粉 而且都是做那种专场的直播 并且是国内国外都有 比如我们今年的上百年可能杭州会有一场 泰国会有一场 然后下半年的话我们也会去德国 德国有一场荷兰有一场 就是可以做到旅行和这个带货是两不误 也是慢慢尝试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走通啊 至少我想着也要跨出这一步 之前就是跨出过了 但是又缩回了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是有一点就是不得不往这他路上要试试看 但是真的做的话我们也会认真做 比如说我们不管是选品还是干嘛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去泰国 要去荷兰 我们要去德国 我希望是什么呢 我直接找到人家厂里面去 我们就是这些尤其做这种今晚的产品 就是要溯源溯源溯到头嘛 溯到人家工厂里面去 就是我可以做到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卖鲁胶整 我直接在人家鲁胶整的厂家里面直播 就那边后面在生产 然后我前面在卖 或者说我们要做那个 不管是荷兰的 像荷兰有那种很多好的奶粉啊 划剑皮啊 我们就去人家工厂里面直播 这上一周直播的很多澳大利亚的产品 也都是可以就是去人家工厂里面直播的 但是澳洲实在是太大了 它相当于我们三分之二个中国那么大嘛 然后我们又是租了一辆车去自驾游 过去开过去确实是非常的不方便 我们明天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两点到四点 就是三月四号啊 还会直播一次 主要就是卖一些上回卖的比较好的一些产品 然后还有很多观众跟我说上回就错过了嘛 错过了直播 很多人没买到 就是买了就是买少了 因为有很多人有我的微信嘛 他直接跟我反馈了 还会加几个新品进来 我上回不是就是主讲的一些品吧 这些品除外啊 下面还挂了一些夜间 也有不少观众就直接下单的 然后我们这回直播前又重新去谈了价格 有一个产品价格又谈下来一点 之前买贵的 我们要求平凡方给我们推差价 就给买家推差价 明天的直播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事情 对大家记得来看啊 再来回答几个观众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直播间的很多东西没有挂橱窗 因为大部分直播间卖的价格啊 是能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比如说上回卖的那个A1的奶粉 好像卖了有将近3000组 如果是挂橱窗的话 最低我抬下来只能挂就是97块钱的价格 但是直播间的话我们谈到92块钱 这个价格几乎是同产地 同包装同位格最低的 而且是这个A1的奶粉啊 就是真的巨好卖 我们上一次一开始谈的就是 就是他们仓库我们锁500组就够了 然后当时谈的时候其实还有点忐忑 会不会 卖不掉 对要的太多了 锁的太多了 到最后卖不掉很尴尬 然后但是上架的时候没有一分钟 秒没了 真的就秒没了 因为本身很多人他就会认识这个品牌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去讲解 他看到 他看到这个链接上了 然后他价格就知道 那个价格标出来了 就开价了 他立马就下单了 他知道这个东西 对就像我之前没有抢的一些品 也卖出来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品牌 知道这些东西 他就直接下单了 这个价格合适 就直接下单了 所以上回那个A1奶粉 我们中途就去加了好几次 然后最终卖了有将近3000单 那个时候就确实就是没有货了 然后这个A1奶粉 就是同胞装的就那个带装的 明天直播还会有800组 800组 那800组我们已经锁了 他们一共是有950组 然后另外150组是给另一个主播锁掉了 然后这些卖完之后就没有了 就只有指下那个怪装 另外还有关于这个保税仓发货的事情 就是以前可能没有买过这种全球购的商品的买家 可能第一次不了解 但是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就是你第一次下单的时候 他会让你填写一个那个身份信息 你买的海外的产品都是需要你那个身份认证的 但是那个认证 其实你填上去那些资料 我们都是看不到的 它是直通那个海关的 它是受海关监管的 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你的那个身份证号 这些我们都是都是看不到的 然后你们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下载一个叫做 APP 对对对 叫做掌上海关 掌上海关 这个是就是政府的APP 不是我们自己的 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我把它打开啊 就如果你经常在网上跟我一样 会买一些 看经常看直播 会买一些全球购的东西啊 应该都知道 就这样一个APP 这个是政府的 是政府的 然后你下载好注册好 就能填上自己的身份信息 就能查到你自己购买的 一些产品 上面会有一些保税仓的信息啊 然后产品的原产地啊 这个产品的一些 缴税的那个信息啊 你都可以自己看到 我有一年 我是不知道的 当时 它其实有限额的 它你打开就有限额的 对 它有限额的 我有一年把它买满了 买满了 懂吗 后来我用你的 你的身份证 就是你的那个 鲜意的名字 好吧 就是因为我上回直播的时候 我也只给自己下了几单 然后我在我手机 我手机在录视频嘛 你可以看 你可能不一定是这个的 不是我的身份证的 要用你的身份证登录 然后这边有一个消费名系 就是我之前就是直播的时候 我偷偷下了两单 因为我当时来不及操作 来不及操作 反正我妈自己会买满 然后你偷闲下了 对 然后它这个消费名系 都可以查到 你等一下 你先往返回 返回 什么返回 你先给大家看一下 你就说这个身份证和名字 都实名的 这个他们自己打开就能看到 对 我跟他刚才说一下 这个是需要实名的 没事 没事 这里点进去会有一些 像保存仓的这个信息 产品的产地 还有就是这个产品的缴税的信息 之类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所以产品的话 大家可以放心 那我们做直播 其实是为了可持续发展 不是说播几次就跑路了 然后我们首先会保证的 就是产品的 都是海外进口的 都是正品 然后所有的海关 列路都是可以查的 然后价格的话 我们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同期 同破源 同包装 同规格 我们能抬到最低和日期最新鲜的 当然肯定会有一些 就是杠金 比如说上回卖的A2奶粉 然后我们最低能做到 是90澳元一袋 全英文包装的 但是有的地方 有的超市 他能买到89元一袋 是中文包装的 但是它产地 确实也是国外的产地 但是就是你包装上不一样 它走大贸的 有些是到保随仓的 它价格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我之前特地强调的是 同期 同破源 同规格 同包装 就是防止那些杠金 还有比如说我们明天会上 那个就是一个冰德堡的饮料 是这样子的 刚喝完了 不好意思 喝完了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能做到最低是12块钱一瓶 那我问了好几个平台的 那个全球购啊 奇金店 都没有更低的了 但是你去 听兮兮 你确实能找到 就是11块多一瓶的 但是你们也可以去对比一下生产日期啊 就是那个他们是那个第三方的点 不是不是那个官渠或者说是那个进口的 价格确实有的低 但是你们去对比一下那个日期之类的 好 多都不说了啊 因为明天还有一场直播嘛 我们今天的又是住了一个民宿 反正在澳洲这边自家有住民宿 真的是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厨房 我们晚上待会做点吃的 然后在晚上直播测试一下那个网速吧 因为澳洲这边真的真的网络奇差 好了 拜拜 明天直播见见 拜拜